下巴下龙 今天要分享 陀拉以前 我先来做一个见证 就是我这些年 为我家人的祷告 好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 你是信实的神 耶和华既喜悦 选我们做你的子民 你就因你的大名不撇弃我们 主你是信实的神 你是创造天地的神 你是造人的神 你爱你的每一个孩子 你不愿意你的每一个孩子失丧 主啊是的 失丧了不是儿子 是父亲 父亲那个心 一直在等着你的孩子回来 主 我们今天需要 来到你的面前跟你同工 让我们来借着我们的祷告 好让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的家人 都能够来归向你 主 感谢赞美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讲起来我就是觉得我们的神 是一位启示的神 他会 我在这些年的祷告 就是借着神给我的话语来祷告 因为我家里的弟兄姐妹 都是跟我表哥一起信佛教的 我表哥是 2007年出家了 这对我来说 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可是我不是看我自己 他还没有走以前 我就知道他 他那个时候已经跟我的信仰不一样 我就问主 主我可以不可以为 就是说我表哥的名字 我可以不可以为他祷告 主就给了我一段话 他跟我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出蛙沟 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 这谷必满了水 这水够你们和牲畜喝 在耶和华的眼中 这还算为小事 他也必将墨雅人交在你们的手里 我当时就在想 神让我在这个谷中满出蛙沟 就是让我多多地祷告 不停地祷告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问的 我没有记下来 可是到了2007年的5月25号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表哥要决定要出家了 那个时候 我就跪在我们家的 那个客厅里在祷告 我问主 主当初给我话 让我在这个谷中满出蛙沟 那我现在这样的祷告 是要停止了呢 还是要继续祷告 我就问主 主就 我就 我跟主说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归向你 我的主没有告诉我 你不用祷告了 他这样告诉我 我们愿你们个人 都显出这样的殷勤 是你们有满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并且不懈怠 总要效法那些平信心和忍耐 承受应许的人 主给了我这样的应许 就觉得 主没有说不让我祷告 继续祷告 等到了2011年的6月11号 主再一次给我话 他告诉我 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 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 就启示为证 就这两件不更改的事 上帝绝不能说谎 好叫我们这些逃亡避难所 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 可以大得勉励 我们有着指望 如同灵魂的毛 又坚固 又牢靠 且痛入慢内 我就是 我当初我不知道怎么样 来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我就是用神的话 因为我把它写下来了 把我们家那个年历 给它放过来了 写着挂在那个地方 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我就把神给我的应许 向他说话 我就这样祷告几年下来以后 我越祷告越有信心 你可疑惑一点都没有了 我相信神必作成 虽然是现在他们 还没有来到我的面前 我今年 2011年 是1月的时候 还是2月的时候 我不记得 我们今年 我们家里有两件事情 我姐跟我们两个都做了手术 在我那个时候 听了一个 一个讲道 他那个讲道里说一个 他说 有一个先知领受到了 他说在2011年 神给你的应许 2月22号 神要给你一个记号 正好2月22号 是我姐做手术的时候 所以我就想 在神 这一切都是 前两天 我在中国的时候 有个姐妹发给我一个 一篇文章 就是神所做的 主耶稣说 我现在所做的 你们不明白 你们不知道 将来你们不明白 所以我不是看 现在的环境 是什么样子 我相信 神大能的手 在做这一切 我就是因着这个 一直在为他们的祷告 特别是这一次 回去的时候 真的是看见 神已经开始 来松开他们这个捆绑了 就有点活动了 这也是几年前 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这几年的祷告 我实在是 因着这个祷告 我的那个拦阻很大 我知道那是一个 黑暗权势 但是耶稣已经得胜了 他说的 他必做成 我有一天 就在那祷告的时候 那个困啊 简直不 我给弄得 简直是 一点办法没有 我好像半睡半醒当中 我就在那 突然看见 这么大的一个螺丝 刚底下被松开了 我就 哇 松开了 松开了 我每一次 我还是 不光是给我这些 应许 真的是 每一天 给我们这样的应许 我们不能用别的话 来祷告 用神的话语 应许来祷告 所以 这一次去北京 到我回来的时候 有一个遗憾 没有 本来是想 让妹妹 能够信主才好 可是妹妹没有接受 对我来时是一个遗憾 我从那个 要回来的时候 从北京 做出租 要到机场 跟我外甥一起 从那个 后腿路出来的时候 我一坐到那个车上 我就突然 有一个诗歌 进到我的里面 那个诗歌 我就感觉是 从这里边出来的 唱的是西伯来的话 那个诗歌 他唱的时候 我就 哇 这个好平安啊 等我再坐在那个地方 慢慢地 在享受那个诗歌的时候 我就想起这个诗歌 中文是 耶和华 因他的约 是信誓不变的爱 我就在那个时候 就被圣灵的充满 真的是 我感觉他 把我给宝宝在他的怀抱里 他告诉我 他跟我立的约 永远不会废弃 就分享这样一个细 一个小小的见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